你扔 我清 你扔 我清 你又扔他又扔 我們清完又清 你扔我清沒完沒了 是時候改變了 別再亂扔垃圾 乾淨其利 香港更美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莫視頻 我是Yammy 高官自己懂得說 政府對維持香港清潔 就是無旁財 但如果政府不斷清 市民不斷扔 就只會在你清我扔的夢魘中 不斷輪迴 但在清理假辣民垃圾的問題上 大家只見在前線執法的入境處 不斷清 港府卻在不斷扔 又方便死都不肯退出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奉死假辣民來港之路 又不肯設立禁閉色辣民營 假辣民來港 一舉手申請扁遣犯 一張行空指 啊不是 應該是行街指指 我分手幾的 就打黑工賺錢 膽脹命便便去做黑幫打手 吃其帶茶飯 就是這樣 香港治安在你清我扔的夢魘中 不斷輪迴 輪為人見人怕的罪惡都市 每次講到假辣民議題 一定有人聯購種族歧視的母子 Yammy在不厭其煩地說多一次 事實已證明九成半以上 明顯犯聲請都被駁回 假辣民只是合如其分的客觀陳述 可能有人會爭爭 那還有剩下的幾個%呢? 引用長者推送備致的 美國大記者華萊士那句 當東西叫起來自鴨 走起來自鴨 游起水來自鴨 那東西就是鴨 不用逐隻鹽DNA 免得失事 還有啊 假辣民大多數來自南馬和非洲國家 也是客觀陳述 而如果是來自這些地方的人才 香港搶奪都來不及 好像剛剛世界杯 不非國家摩洛哥 包冷鎮兩彈 比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時 這些人才來香港做外活 搭搭益善 民心那句呀 就算以前那些反對派政軍 心底裏都知道幫你那些溫神 等於和全香港市民為敵 好像有假辣民之父之稱的 張超雄 街上出現印上他蜜頭 寫上辣民之父 致力為南亞辣民服務 致養的橫額 張超雄 立刻大大聲鬧 有人抹黑 又叫義工見一條 展一條 又批評抹黑者 是屬頭烏龜 應該向警方自首 好心他學校殺過總統馬克龍 他當年被傳是同性戀 曾分內出軌一名電台老闆 當時馬克龍一口否認 但強調同性戀沒有什麼好隱瞞 如果自己是同志 一定會共致欲眾 我拆難民我志豪 這才是老的嘛 講返直發部門打擊假難民 入境處表現真是可圈可點 現時有近一萬五千名 年遣犯性請者滯留 十年狂銷85億元公帑 2022至23年到 預計耗費逆近13億元 入境處為了減少假難民來港的 經濟誘因 重點打擊非華裔人士 以及性請者打黑工 每個月平均採取1,100次行動 又加強源頭倒置及加快遣返 預料明年遣返人數 將增加兩成至1,200人 只可惜正如一隊足球隊 只得一個球星 而其他都是豬隊友 踢到飾飛都沒用 例如司法機構仍然處理 2018年正壓下來的 免遣犯性請案 而律政司或法庭未能協助解決解難民 濫用司法程序 至今仍然有大約1萬4千宗個案 按照現時速度 沒有十年都清理不完 還未計新增個案 香港的司法系統 處理解難民問題 以及黑暴個案的香港兩大毒瘤 一樣都是大探萬版 到底出於什麼心態 仍然不敢說 大家不妨自己想想 還有警方 理應盡力騷擋犯法假難民 將他們成之以法 現境效由 但大家硬見的是 南馬幫及假難民 涉及罪案越數越多 無日無知 市民不禁質疑 為何七大哥插牌這麼積極 偏偏涉及南馬兵團的案件都食尋大海 包括之前軍動全港的縱環開槍案 失槍至今仍未棄出 是否朝中日保護散作水 始終到是這句 香港一日不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一日不撤 禁閉色難民營 到絕假難民來港運真銀 治安垃圾 釐清我丟 只會沒完沒了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 like 搞錯 一定是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請見 謝謝收看